卡丽怪妞夜山奖之恋情曝光 抄田姐弟恋情获得关注 请点赞订阅 谢谢 8月下旬的一天晚上 彭薇薇出现在了一栋高级公寓门前 手上抱着爱犬 而在她旁边站着的正是夜山奖之 愉快的星期五又到了 星期五的到来 也意味着Friday杂志最新一期的发售 在这个愉快的星期五 Friday曝光了一对情侣 想都想不到的那种姐弟恋 卡丽怪妞彭薇薇和夜山奖之8月下旬的一天晚上8点 彭薇薇出现在了一栋高级公寓门前 手上抱着爱犬 而在她旁边站着的正是夜山奖之 两人一前一后慢慢悠悠走着 彭薇薇还小小加快角速 笑着转过头看夜山奖之跟狗狗 两人一路有说有笑 散步了30分钟以后非常love love的一起回家 哎哟 别说 没想过这两人会在一起 也没想到这两人在一起居然还有点甜 据一位演艺圈的知情人士 彭薇薇和夜山奖之早就认识了 在2018年1月的时候 彭薇薇还在自己的ins上发过他们和两个朋友一起去迪士尼的合影 从去完迪士尼以后 两个人开始逐渐有了好感 慢慢就发展成了恋人关系 在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 莫非真能找到爱情 据邻居爆料 其实在这几个月里面 经常都能看到彭薇薇和夜山奖之一起出现 在晚上11点的时候 两个人还一起去便利店买软糖和果汁 两个人关系也非常亲密 没什么距离感 买完东西以后也是一起走回家 Fright也向两人的事务所求证恋情 事务所回应由于是私事 一切交给本人决定 这句耳熟的万能用语 大概率是莫认真的在交往了吧 说起夜山奖之 这一季的未满警察里就有他出演 当初他因为崇拜小力巡 决心当演员 于是报名了小力巡的事务所Try Stone的试镜 顺利通过后 2011年正式出道 这些年来大多数时候也都是在走配角路线 像是为了N逃避可耻但有用里面都能看到他的影子 而出道将近十年来 恋情有关的消息居然几乎没有传出过 只有一次非常不靠谱的新闻说他和黑岛节菜交往中 为什么说不靠谱呢 因为黑岛节菜是1997年生 夜山奖之事1995年生 酱汁弟弟可是曾经在节目上公开发言 只想和比我年纪大的姐姐交往啊 并且酱汁弟弟还是一个看起来很可爱 但内心非常肉食系的boy 遇到喜欢的人就会去主动追求 你以为是一个年下小奶狗 其实内心wild 所以今年27岁的彭薇薇 的确是符合他的要求 反观彭薇薇 1993年出生的他 反倒是第一次和弟弟恋爱 彭薇薇交往过的对象有林木琴 后来因为南方出轨而分手 后来也被拍到跟小谷昌太郎 开始半同居生活 这些年来 在彭薇薇的恋情中 大家比较熟知的一段 应该是他和S-E-K-A-I-N-O-O-W-A-R-I 的主唱深赖会Few Keys 两个人在2013年被拍到同矿照 疑似交往 后来在第二年终于公开了恋情 可惜交往三年最终也还是分手 当时还引起了一波骚动 在去年年底 彭薇薇在Inz上面晒了一张自拍 这张照片里的帽子和Few Keys是同款 还有不少人猜测他们是不是复合了 但彭薇薇本人亲自回应 帽子是Few Keys送的 但我们现在只是好朋友了 2018年 文春也曝光了彭薇薇和Go Go Vanillas的主唱兼吉他手穆达弥的恋情 两人交往的时候 穆达弥无名纸上戴着戒指 而去年他摘下了戒指 估计他们也是去年分手的吧 当然 彭薇薇也曾经和守月佑也传出过恋情 不过今年守月佑也的书出版以后 终于正是在书里澄清了传闻 其实他们并没有交往过 回到酱汁弟弟跟他的恋情 一个是亲文字系的搞怪教主 一个是外表帅气又可爱的年夏弟弟 这段姐弟恋看起来有点让人意外 但是从杂志写的内容来看他们也是很有爱的一对 祝福彭薇薇和酱汁弟弟养